北京时间12月7日上午8点半 NBA常规赛的较量正在激烈进行之中 布鲁克林篮网坐镇主场 迎击费成76人 放在上个赛季 这将是常规赛东部前二之间的激烈较量 不过本赛季 76人遭遇滑铁卢 本场比赛之前 以15胜14负的战绩排在东部第七 而篮网现在还依然挺拔 暂时坐稳了东部榜首的位置 战绩为20胜8负 虽然其后的熊鹿来是汹汹 从东部前十开外攀登到了东部第二 不过熊鹿现在与篮网 还有两个竞胜场的差距 赛季出仅仅28场比赛 就获得了20场胜利 篮网队也创造了队史最佳开局 事实上 从比赛进程来看 他们还未能展现出 西部勇士和太阳那样的统治力 不过单论战绩和排名 篮网还是非常给力 不过最近一段时间 篮网可能会遇到瓶颈期 因为对内多人受到了 健康与安全协议的影响 将缺席10天左右的比赛 其中就包括哈登 布朗 阿尔德里奇这些非常重要的球员 篮网也是紧急使用困难 特利签下了之前被勇士裁掉的 后卫兰斯顿加洛维 双方签下的是10天段合同 布兰特在最近两场比赛 分别出场了41分钟和48分钟 消耗了相当多的体力 为了赢下活塞和猛龙这两支战绩 并不出色的队伍 篮网其实打得并不轻松 本场比赛面对极战力更强大的76人 那神又会做出怎样的阵容轮换调整呢 本场比赛 双方在首发阵容上面 篮网这边派出的是杜兰特 格里芬 克拉克斯顿 杜克和米尔斯 76人这边派出的是丹尼格林 哈里斯 恩·彼得和米尔顿 首节比赛开始 克拉克斯顿跳球获胜 篮网队率先拿到球权 杜兰特地位持球跳投不讲理 一上来就打进 小库里外线空位三分球做出回应 克拉克斯顿篮下吃饼爆扣的手机金四座 米尔顿和米尔斯互相标射三分球都有 克拉克斯顿篮下抢起勾手命中 打进还有加法 恩·彼得欧洲不上篮也有 杜兰特后仰干拔跳投正入网星 小库里持球突破抛投打进 两队在第一节比赛前半段 打得相当胶着 双方你追我赶 交替领先 进入第一节比赛后半程 场上局面有所变数 克拉克斯顿连续篮下的手弹无需发 米尔斯也屡屡命中空位三分球 篮网队率先占据主动权 而76人则走进了两分钟左右的得分荒 随着托马斯和爱德华兹接连三分命中 杜兰特地位跳投还有 篮网队已经获得了两位数的领先优势 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 篮网替补后卫卡梅伦托马斯空位 标进准压哨三分球 首节比赛篮网就得到了39分 以39比25领先76人13分 篮网全队三分球七投五中 命中率71.4% 杜兰特首节拿到10分6篮板 克拉克斯顿9分 托马斯8分 次节比赛开始 两队开节展开了打铁大战 两边都屡屡失手 格林外线发炮先打一铁 米尔斯交叉步突破上篮不中 托马斯也未能延续首节比赛的火热状态 直到第二节比赛过去了三分钟 米尔顿和持球突破 才帮助76人队率先开张 随后 双方渐渐进入了状态 装神篮下抱起将篮放进 小库里借助掩护后的两分跳投也有 米尔斯三分球架炮 一剑穿星 进入第二节比赛中段 篮网队越战越勇 格里芬内切上篮连斗5分 两队分差一度来到了19分 尽管76人随后打出一波小高潮 将烈士搬回到10分左右 但在节目 篮网队又回应了一个攻击波 再次把比分拉开 半场比赛结束 篮网66比48 领先76人18分 半场数据方面 76人这边 恩比德14分5篮板4助攻 哈里斯9分5篮板 小库里10分2篮板 篮网这边 布兰特石头6中得到15分9篮板5助攻 米尔斯9分3篮板 克拉克斯顿5中5得到11分 托马斯11分4篮板 中文字幕来自听 前方数据 小库里10分导 四分钟 大力震剧 前方数据